旺华商圈内的龙山寺 有远近驰名的月老 还有金陵算命街与节约品产业聚落 加上美食景点 是喜欢复古情调的情侣约会圣地 而士林夜市多元的服饰与恋爱主题灯饰 是伴侣制造回忆的好去处 两处商圈形成了独特的爱情产业链 台北市商业处就集结两地200多间特色店家 打造台卫浪漫应援团 为民众送上优惠与豪力 我们的第一家店员就是在武士林 大东东大南路第一家旗舰店就是在武士林 现在过展到全南大像要在国家 这两双是情侣型 情侣型 然后情侣之后这是小朋友的东西 然后就有家友了 接下来呢 然后我们国中期间我们会有提供旗舍券 打旗舍应该很有感到 邦嘎街都是一些第二代甚至穿越是第四代 第四代的年轻人回乡啦 所以我们非常诚喜他们 也希望来跟归来跟大家一起共同打拼 那像这个好吉安的部分好吉安跟阿安的部分好吉安在那边 那现在他们都现在他们也要追上手摇影的啦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是说都是喜欢喝喝手摇影的 但是这个清草茶呢 他们是希望透过手摇影的方式 你看现在的包装都跟以前的非常不一样 非常年轻化喔 那刚才我们也不能输啦 刚才那些苏理事长讲的 爱吃鸚啦我们叫尤本 哇 真的好 真的阿板英文很有名 那这个都是 那这个是我们高文科理事长的三级白饭的 真的是 差不多七十年了啦 六七十年了 以前只要去武昌街 武昌街去看电影的话 没有人没有吃过这个鸡肉 哇 超棒喔 那边都打个鸡肉 对喔 进去里面吃 活动从8月11号到27号 每周五六日 在万华蒙甲公园星象广场 及士林慈贤公广场 设置浪漫应援车 宇告白墙 还有拍照打卡区 为您记录美好时刻 士林夜市商圈跟万华商圈 说我们台北市非常具有历史 而且名气非常大的这个商圈 那不管是我们万华一市旁边的龙山市 旁边的算命街 或者是捷远商品的这个商店 或者是我们年轻朋友 非常喜欢去的士林夜市商圈等等 其实啊 都是我们年轻朋友非常喜欢到的地方 刚才数理上讲的非常好 这个其实如果能够促进 我们市民都能够找到好的伴侣 并且都能够结婚的话 其实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 那我要在这里借这个机会 告诉大家 这次的活动啊 大概超过了200家的这个商店 来配合 那我们组成了台卫浪漫应援船 应援团 就希望全国各地 不只台北市 所有的有情人 都能够忠诚眷属 尤其台北市长 台北市民 台北市民如果在台北市忠诚眷属之后呢 刚才理事长提到的 泡完温泉之后拍婚纱 婚纱之后当然就结婚了 那结婚之后呢 就会怀孕 我们台北市有好运专车 八千块 从怀孕开始到生产之后半年都可以使用 不管是去做产检 或者是这个回去做复诊 或者是出去扇心 都可以做这个计程车 那个是市政府来鼓励的 那怀孕之后大家知道会做什么事吗 就生产 生育补助啊 四万 四万五跟五万 应该是全国最高 所以这是台北市市民的无力 那这个小朋友生出来之后呢 要托婴嘛 市政府有很好的托婴补助的这个措施 不管是设备还有补助 其实都非常好 那再来要做什么 托育 长大一点点准备托育 托育市政府官员市长就任之后 也提高了托育的补助 那零零种种一直到 这个敬好礼金 好所以啊 在台北市啊 我们希望说 台北市的市民们 可以在这里结成这个美满因缘 然后能够终起一生在台北发展 那台北市政府 在我们幸福市长讲案带领下 我们会自力来营造一个 幸福快乐的环境 那台北市因为是属于地下人丑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呢 呃 两个商圈 三个商圈做一起行销 那这次非常感谢那个市林夜市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行销 那跟万华 那最大的相同点就是我们的小吃 都是非常的多 市林夜市是国际知名的夜市 从50年前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那万华当然是一个台北最早开发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小吃美食也是非常的多 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次的小吃美食的串联 能够把我们的那个商圈能够带出去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各位理事长思考一下 我们是不是能够强强联手 把我们的商圈做得更好 那这样才能发挥一家一大一二的精神 那我想我们的商业处也是非常乐意见到这个 这个我们强强联手这一块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共同的携手合作 抛开自己的一些包袱 那商业处还是希望大家一起合作 把商圈做大 那把台北市的商圈行销出去 我们这一次商业处所主办的这个活动 市林跟万华第一次结合 那我刚刚看到我们隋梅姐跟我们爱国东路的那个理事长 应该这个四个商圈结合的话应该更有意思 我们隋梅姐可以提供那个住宿券 那个爱国东路可以来拍婚纱照 市林在周遭有司机所公私立大学高中 很多学生的初吻初恋当初学生时代就是在市林发生的 所以说这次这个主题 可应该在我们市林万华应该在今年这个活动期间 应该会促成更多的情侣产生 那这次的活动我们商业处也提供的很丰富的优惠活动 还有那个现金券 折价券 可以促使很多鼓励很多年轻情侣来逛夜市 然后来交往 希望说下次如果有机会有这个主题的话 可以把那个北投温泉还有爱国东路婚纱街 拉进来变一条龙 在我们那边先 先恋爱 在我们商圈先恋爱 然后接着去北投洗温泉住宿 然后去拍婚纱 一条龙服务 耶 欢迎各位来到市林夜市 来来我们那边旅游购物吃小吃 完成指定告白任务 还可以获得限量浪漫应援金 和商品优惠券 学生们凭学生证 还可以再加码领取商圈特色商品 组成的限量补带 欢迎民政为自己制造浪漫回忆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